说起长城 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肯定是其旗下的哈佛品牌 毕竟哈佛为长城立下了汗马功劳 多年下来哈佛H6N是国产SUV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得不佩服这款车的生命力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哈佛系列 而是长城一个已经停产的车型 名为长城酷雄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萌萌哒呢 如今谁能买到这款车可真的是赚了 当年这款车的设计风格来源日本的丰田BB 整个方方正正的盒子造型被借鉴了过来 这款车的外形给人一种憨憨的感觉 整个车身没有多余的线条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为3968×1695×1634毫米 轴距只有2499毫米 远远的看去有点像日本的开卡 长城酷雄的内饰非常有意思 多功能方向盘采用三幅式设计 拥有异常圆滑的过渡线条 空调出风口采用的涡轮造型 并且用银色装饰条点至四周 该车的中控台也采用圆形的旋转开关设计 内饰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仪表盘 该车的仪表盘没有在方向盘前面 而是在车身中间的位置 这样奇葩的设计现在只能在法系车上面一睹了 虽然这车现在已经停产 但是其中的设计风格并不见老气 动力方面全系搭载1.5升发等级 匹配CVT无级变速箱 最大输出105匹马力 最大峰值扭矩达到138牛米 单看马力并不强劲 但是放在小身板上 这个动力组合完全不用担心 可惜这个车已经绝版了 如今能买到也算是赚到了 当做收藏也是不错